这些厂商都很熟 你去惹恼这些厂商 对你这些立法委员的帮助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呢 因为今天最精彩的内容出来了 这张对话是谁给的呢 这是由林云仁的太太 因为当时有一些律师的费用 去请教一个人他的助理 那些已经被收押了 那当时问这个问题 他说高雄那个庭 后来那个庭基本上是可以保释 但后来那个庭就没有过 那时候找了一位律师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著名的 罗胜德律师 好 那这罗胜德律师呢 因为他说这笔钱有多少钱呢 因为当时有这个过了嘛 就可以交保 那交保是每个人是十到十五万 加上律师费总共是五十余万 那五十余万呢 刘向杰跟杜比辰呢 是没有付这笔钱的 那这里包括也帮忙林云仁 所以呢 基本上就问一些话说 那那个林云仁他们说 有帮忙把律师费给付掉 到底这个钱有没有付呢 他就去问了这个吴兴山 那吴兴山说 好像有把这个钱给付了 所以吴兴山证明一件事 这个笔钱呢 其实当时是由刘妈妈 或者是刘燕凛来支付 已经非常确定 好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最关键的是谁呢 就是罗胜德律师 那先说明一件事 在2023年12月之前 罗胜德律师还是代表律师 但后来经过检调内部显示 罗胜德似乎有可能 串供的风险 而且呢 他又一个人呢 负责两个 就是被起诉者 那其中也包括林云仁 所以当时检调就要求 他不能再担任律师了 所以你后来 这律师就没有他了嘛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检调就有通联嫉妒啊 说这里面呢其实罗胜德 似乎有跟刘佳有做联系 好 那我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这个讯息 在这个时候被爆出来 为什么 因为7月份立法院 要准备修会了 是不是 准备要修会了 没有保护伞 对啊 保护伞要结束了 保护伞要结束的时候 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这位小星 徐小星到底现在身上有几案 有八案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讯息 被摆出来 其实为什么 徐小星要现在关门谢客 其实某种程度 正在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事情是 如果立法院的保护伞结束了 有人说 不要去登机机票 不要立法院 还没有修会的 最后一个小时 你就坐飞机出去了 所以这个讯息出来 那明显看出来 这里面也有公布 剪掉他们的通联记录 那也就意味着一件事 这件事要收案了 是可能徐小星要去检查 要被检查了 所以徐小星现在当然紧张 他演出这些戏 你知道徐小星的个性怎么样 他越紧张或越有事的时候 他一定要演更大 就会有很多其他周边的事 爆出来了 他一定要把很多事情闹大 或者怎么样 让大家不要注意到 他真的可能要被检掉 给去调查了 但回头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件事你不能摆脱的事情是 你老公在去年二月份 是不是知情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整个 我们说的这个镜周刊 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请问一下罗胜德律师 有没有跟你老公讨论到 有关刘向杰跟杜比辰的案件 那这个部分是 也是这个镜周刊说 这是检调里面 徐小星都否认 都不知情啊 不知道啊 他老公也是啊 这些东西今天 当然我们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 但镜周刊会看这个讯息 镜周刊以前有太多的经验 告诉我们这件事 他的讯息有时候来源 都是非常精准而正确的 而且他最擅长的做法 叫做挤牙膏 我今天丢一个东西 你回应个事 后面再回应更多的东西 到时候你回应 中间有个瑕疵 一出落的话 对不起 马上你可能就去剪掉了 而这剪掉过程 现在在观察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记得哦 检调很在乎的事情 是你会不会认罪 检调在乎的事情 是犯后态度 假设你今天真的 今天你老公真的有跟 这个罗胜德律师 真的讨论到这个案子 那你徐小星敢说不知道吗 那如果这名字 徐小星也知道的话 那你就是犯后态度很糟糕 这问题就恐怕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讲的道理 这个炸鸡跟炸七 这还真是有谐音 看起来徐小星现在是真的 激了 来这个前国民党中长委 田方伦来我们的现场 怎么看这个徐小星 这一番他所涉及的争议 那即使说到北投去那边 去所谓的宣讲 好像所有的焦点都通通不见了 通通回到徐小星身上 这个对你们国民党 会有帮助吗 我必须先去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徐小星他的讨论度 甚至到所谓的仇恶值 是高的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 小星的篇幅 不管是什么诈骗或诈欺的案子 在他身上 对不对 那讲到 奇怪我们昨天 我也人在现场 对不对 你有在这边 我也人在现场 那你也不见了 对 秀不秀我觉得到 这是议党 是因为对我们来说 国民党来说 我们就是希望 可以站上街头 告诉民众 我们对于国会改革的 期待跟立场 我们真的很认真 在跟大家讲说 民进党到底 讲的哪边东西 我们不认同 我们认为说 包含程序正义 我们做的东西 对于国家的未来 是有帮助的 这是我们宣讲的方式 那你们宣讲 你们觉得这个成果 效果到底如何 在现场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在现场 很多的民众 人数你们满意吗 这样这么点人 以昨天下雨的情况来说 我说老实话 我是满意的 昨天也是下雨 对 昨天也是下雨 大家都是雨伞 所以都只有声音 很多人远远看 帮我们加油什么的 当然隔天 新闻怎么 跟我们的内容 有点不太一样 都是在炸鸡 人家是要警客 然后呢 这徐晓英又在那边说 是 对 我必须跟大家报告 昨天因为我本人在现场 所以我原本要去吃 阿财锅贴 没吃到 吃了隔壁的檀牙面 还蛮好吃的 有吃到 你下次还要跟徐晓英去 所以是吴思瑶付钱了吗 没有 我自己付钱 我自己付钱 对对对 我知道 我还请我同事一起吃 那吴思瑶说他这个 他有去付钱 660 那到底谁吃掉的 没关系 那我欢迎吴委员 请他自己的好朋友 因为我觉得 大家今天出去 就是我们希望宣讲 那当然如果可以 顺带带动什么地方的 振兴经济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一件 因为我们要告诉 昨天是到石牌 我们就是要告诉 北投的朋友 士林的朋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站在这边 虽然这个选区的立法委员 不是国民党的 是吴思瑶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吴思瑶在这方面 可能哪边做得不好 那国民党拿出来的菜 值得大家欣赏 你们不是要讲国会改革 怎么会跟吴思瑶有关 还是真的要搞罢免吴思瑶 因为吴思瑶 他有在我们的国会改革上面 提很多反对意见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大家可以拿出来一起论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今天国民党愿意走出去 让大家看到 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给我们多一些报道 不要执着在炸击跟炸击上面 是外界执着在炸击吗 李瑞哥 谁执着在炸击呢 还有他们是真的是为了国会改革 还是实际要操作罢免无死妖 从天方人的说法里面 可以看得到 那么所有的美光灯 所有的焦点 全部在许晓星的身上 许晓星用185块的炸击 成功博得了所有的版面 然后现在如果开直播的话 又是 所有的人搞不好都只知道说 我们也连田方人有去现场 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 不能怪媒体 不能怪媒体 媒体都在现场采访了 媒体也不可能不认识你 但媒体后来都报道 这个徐晓星为什么 因为徐晓星非常厉害 他知道这次的重点 不在于这个接口宣讲 这个重点在哪里 吴思瑶嘛 两边胖了继续火花 就在我徐晓星的身上 你不要说田方人没人知道 包括什么罗志强 还有谁王红威 什么的 没有人理他们 张志刚昨天也有去 张志刚对不对 这照片也看到 他跟我一起上完节目以后 他说他要去现场 这有没有报道张志刚 对不对 所以在地的这些人 说实话 真正在地的人都没有人报道 真正在地的议员 这些都没有人报道 就反而一个跨区来的 对不对 抢进风筒 现在徐晓星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事情 他到哪里去抢风筒 到哪里去抢流量这样子 所以他个人虽然激起了很大的网路流量 跟新闻的焦点 但问题是他就成为仇恨值最高的人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支持你徐晓星永远小于反对你的人 讨厌你的人 他如果真的去基隆的话 我给你保证 他多去一次 最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都派他去 去了以后 我给你保证 完全失交 基隆司长一定换人 你知道 徐晓星马上就 杀聪啊 罢免 同志委议长 罢免民进党五个议员 我问你 那支持 支持民进党五个议员 跟同志委议长的人 这些支持者 是不是全部都会投罢免票 干掉这个 等于说这个谢国良 一定的嘛 他们跟他们的家人 也一定这样做嘛 还有一百多个基隆市的 相关的机车行的老板跟员工 还有他的家人 是 因为你搞定动车 弄得他们都没有生计嘛 都没有钱可以赚嘛 没有饭可以吃嘛 这些人的那个恨啊 愁吻子全部加起来更深嘛 再加上 本来没有那么讨厌 但是看到你徐晓星 就讨厌的人 又加起来了 你不是 这个生计很简单 加法跟减法这样而已啊 就你不断地在累积愁吻子 加加加加加 然后就把谢国良莫名 谢国良想说 我爱事情 对吧 务几宝 怎么一个徐晓星来对吧 把务摸到摸民传道 务摸到变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也是 最重要的问题 还有啦 徐晓星既然生死看淡 说干就干 干嘛闭门谢客啊 干嘛还要请随护啊 你不是生死看淡了吗 生死我都不在乎了 我要请随护保护我 生死都不在乎了 然后呢 闭门谢客 为什么 因为周刊报导 你就闭门谢客 你大个光明正大的出来 没这回事 我就去告周刊 这样就好了嘛 报一次告一次 反正你常常就告人啊 你自己也有十几个官司 没差嘛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很奇怪啊 你不觉得好奇怪吗 每次只要周刊报导 他都先躲 以后每周三 就是他的公休日 每次只要礼拜三的时候 徐晓星就可以安静一下 为什么 避风头 为什么要避风头 说干就干嘛 对不对 见佛都杀佛了 对不对 看到周刊报导还关门 那不然可笑吗 你就出来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嘛 报导一次 我就可以告一次 我不能随便告 为什么 因为万一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告吗 万一里面报导东西 他告的东西 有一件是真的 那就是误告 那就误告 他就不敢嘛 所以事实上 到底周刊报导的是 真的是假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看到你的态度非常奇怪 那徐晓星这个事情 其实本来是你的大姑 跟你大姑的老公 那些诈骗集的事情嘛 本来大家当时 在几个月前不是这样吗 要不是因为你自己不断出来 加油天出 讲一大堆 乌整包 搞我们会讨论你整整一个多月吗 所以徐晓星啊 那么国民党成也徐晓星 败也徐晓星 搞不好真的 压死国民党最后一根稻草呢 就是徐晓星 对的确因为这个刘院里 这个是不是帮忙付了这个律师费 那就有可能涉及这个诈骗案 那徐晓星就说嘛 如果是他老公 如果涉及诈骗 他就要离婚 所以现在要跟刘院里离婚吗 那再来刘院里也爆了一些料 因为他就说 他也早就知道这个韩国瑜 会被罢免 同时他票是投蔡英文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案外案 因为他们是雄中辩论社的学长学弟 然后跟他们有一个很熟的朋友 叫温朗东 那其实这一些所谓的辩识们 他们很擅长的 其实你要知道辩论这个东西 他们有对错的 他是每天比赛的时候 去抽正反方的 所以他们比的是论述 是逻辑 还有气势等等的项目 那我想他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 应该甚至是没有政党立场或色彩 他们可以很纯粹的就事论事 不过你也可以想象他们私底下聊天 一定很爱吵架 就是我才是对的 你是错的 这样 那无论如何 他们选择走进了政治 那还有他的这一个学长 所谓这个整个诈骗集团 应该说诈骗团的辩护律师团 所以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 你说要叫商业合作 或者是政治合作吧 所以徐巧新他是松山系的议员 后来当了立委 然后刘燕里是他的军师智囊 或者是幕僚 那后来去了台中市严考会当主委 那你也知道严考会 他其实可能是什么公文收发 如何顺畅 流程修改 甚至是民调都是严考会在管的 还有这个罗胜德 他们的律师 是他们在松山什么中华民国都市更新发展协会 里面的这些理监事 所以他们有不同程度的紧密合作 甚至我记得都还提出过 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建商公司上班 当业务等等的 那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某种程度 他们真的是蛮处心积虑的 在做这些所谓的政商人脉网络 可是从我自己的政治角度来讲 我会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对台湾好吗 因为他们的确就是 我们看着这一群人的成长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地方派系的崛起 一些一群年薪人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人搞房子 有人搞土地 有人搞政治 有人搞都更 那总之呢 他们这一群人 不管是在网路上 因为刘燕里我们也说是从网军起家 网军始祖 朱立伦选输了之后 2016年选总统选输了 然后刘燕里觉得这个老板没得当了 然后这个老板也没有给他工作 所以呢 这个徐巧新就替他老公出气 然后拒绝朱立伦的这个讯息 才会有后来的换手机事件 这个是温朗东的爆料 那这一连串的 然后后来去到卢秀燕这里之后 甚至呢 接下来可能会有 卢秀燕要不要选总统这一关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直换老板 一直在带着 也就是一群 某种程度 而且你看 徐巧新是屏東人 然后刘燕里是高雄人 他们是一群国民党的年轻人 北伐的过程 所以对于国民党的年轻人来讲 应该蛮励志的 原来只要欺师灭祖 泯灭良心 总会有一席之地 这个就是国民党青年军成长史 明镜姐怎么观察 因为昨天刚好有一份民调 本身爱诈骗 徐巧新是高居第二名 但是这样下来恐怕会不会变第一名 超越柯文哲来 差不多了 因为柯文哲最近销声匿迹很久了 那徐巧新就不停的在表演 弄这个事情 无非你就是要转移你这个 你今天出来的这个焦点 然后再 吴思雅也是好意 他说请八位 你们立委议员 他偏偏就要给他 定了三十份 甚至想要定一百份 对 就是故意的 然后他最后还一句就说 吴思雅就是诈骗 你看吗 就连在一起 今天谁是诈骗分子 应该是他比吴思雅更有嫌疑吧 吴思雅根本没有诈骗嘛 所以说我觉得你何必在管这种 就是一直在乎这种很幼稚的 这种作秀的行为 这好像一天没有出新闻呢 我就会死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他这条新闻 就是要盖住这个所谓的 今天周刊报的东西 你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所以 所以你就参加了他的盛会嘛 那你说这种 杰芳伦你帮徐衡讲话 这个徐衡应该请个炸鸡吧 对不对 吃炸鸡而已 要请炸鸡的鸡 有一块你还自己卖 先换牛排了 谁吃炸鸡 这不好吧 这太亏了 然后你就说你这个周刊连续报这些 这些东西你说可信度高不高 我相信都是从林语伦的身上拿出来的 因为自从那一次这个林语伦知道 这个整个刘家是要弃居保帅 就是要保留相杰 除了弃掉这个林语伦之后 林语伦的太太就已经发飙了 所以林语伦的太太就上来这个 哭诉就说 你们这个刘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大家都说好是朋友 然后只要弃掉杜炳城就好了 没想到你们律师这样一番算计 竟然是只要保留相杰 连林语伦都不保 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周刊 从那个时候 他就陆陆续续 有一些对话式的 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都出来了 林语伦的太太在反击 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 他百分之百的证券 因为现在还没有证据去证明 但是呢 这种东西就是一个line的截图了 已经是除非他有改造过 否则这不就是 林语伦拿出来的一个证据吗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你刘家整个东西 你说你帮他交了保释金 帮他付律师费 我请问一下 你徐晓星没有参加吗 这样不算参加吗 这样算不知情吗 对 徐晓星说 他从昨天说无望之灾 然后又说本人跟先生 刘彦里都不知情 然后刘彦里说不识消息 考虑提告 对 所以说这样就不知情吗 你都帮他付律师费 还有保释金 搞不好你那一百万 就用在这里 所以你婆婆可能跟你借一百万 就用在这里 那你会不知情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到 侦办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 严压的期间也快到了 但如果能够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徐晓星 你该付的责任 一个都逃不掉了 你不用去卖炸鸡 你就是炸妻 你就是诈骗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样子做一个仇恨值很高 把那个同志 把这个所谓的国会改革 踩在脚底下 然后你只要为了掩饰自己 隔天要出来的负面新闻 你这样子算是 算是一个好人吗 算是一个好同志吗 你们国民党有这样的人 你不怕吗 然后你是整个诈欺的第一名 我觉得快要 一定会赢过柯文哲的了 立法院周四要排审选霸法 然后民众党团 这次他们提案了 他们就主张 你这个联署 要比照总统副总统的 这个联署规定 要付上身份证的赢本 还说这酸绿营 然后说这个吴秉锐 也有提案 上面没有这一项 说绿营 你们不要只学一部分 可以学更多 来 洁明哥 这个虽然说 柯文哲说 不要这个增加 这个所谓的罢免门槛 那这个算不算 增加罢免门槛 当然是 结果我觉得 民众党现在很麻烦 是柯文哲必须要 跟以前的黄国昌聊一下 因为以前的黄国昌的态度 对于罢免来说 他是采用的是 没有什么最低门槛 就是谁票数多就做决定 这是黄国昌的第一个动作 当然我们今天证明一件事 黄国昌基本上说 做了每一件事情 只是要拉高他的声量 它是一个标准的细致 我都会解释 但是黄国昌 提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 应该跟黄文哲 再拉到厕所里面 好好聊一聊 因为我们在厕所 不知道内容 这是由周轩 媒体人周轩 他特别抓出黄国昌 之前脸书所提到的一件事 当时黄国昌 针对这四个人 提了一个案子 这案子要什么东西呢 就是以后罢免 必须附上身份证 这件事情 然后他的内容在这边 他说的第一件事情 或许下面 做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这些人提 身份证要付的话 会让罢免程序 变得更复杂